香港時間約莫星期一的早上6點左右 英國時間晚上11點 歡迎各位收看這一節的節目 繼續給禮 請小弟喝咖啡 這一節說的就是 一宗很愛支持很胡鬧的公共政策 終於一如所要 就是要玩完的 就是這個垃圾徵廢 除袋垃圾徵廢這件事 那...就... 你知政府呢 廢除了政策 都是叫了一些親共的媒體 說我有消息來源 那... Mr.Sauce 在公佈之前已經通知了所有傳媒 應該就會終止這個... 即是不會在8月1日預期實施 那...那些做了的膠袋就不會買 排街 因為都...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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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一個時間去恢復整件事的實施 其實其實跟... 二十三條 你知第一代二十三條 逃犯條例那些一樣 那...過不了就沒有實而終 那...當然這個是... 和商界界的關係有關 因為... 老實說的 現在你... 經濟已經差到這樣 你還要來個垃圾徵廢 那...當然就沒可能活著的 現在香港的經濟其實都很憑暗崩潰邊緣 大家都知道現在有一間建設公司被傳得很厲害 可能會倒閉 有一個地產商也被傳得很厲害 有一個叫什麼歌的人說 現在香港一切復償 叫人不要 由英國回到香港 那個人應該去吃屎的 我告訴你,假裝黃的 但是你說 對李家超這個民望來講 以至對整個香港的總體情況來講 你8月1日你強行實施 說黃岩水公就死定了 我想北京都知道 經濟會死 而且政治上如果真的 你因為民生的事情發生了嚴重的話 你這麼操縱23條或者港版國安法是壓不了的 因為你沒有的,你那時候沒有領導 你那時候沒有領導 這件... 我忘記什麼派是這件很純粹的民生議題 你沒有什麼藉口去摘壓 如果香港還是想維持一個低度 和對外接觸的能力的話 你沒有可能硬硬推 這個完全沒有民意的情況之下 除了那些環保原教旨主義分子 我沒有誰會繼續支持這個新政策 當然,香港的廢物徵費啊 那些事情怎麼辦 你要看回這次,為什麼會變壞了 因為其實之前我們都說過 我也說過,我也說過幾次 為什麼會變壞? 因為你一比較和西韓國家的政策一比就知道 我不用說什麼,如果你住在英國那些 你比較...你的Town Council 和香港的垃圾收費的政策一比就知道 對不對 我們德國就更簡單 我們德國人做的垃圾分業比較好 但是沒有人會買袋子的 OK 如果真的買袋子的那些是... 你... 不是,完全沒有賣袋子給你 但是就不會... 大部分都不會賣袋子的 大部分就算是你自己住居住居住的那些都是買的 就是怎麼說? 要按桶的,按桶收費 而且是有競爭的 現在有競爭的 那已經不是一個稅來的 不是Texation來的 是一個Commercial Service來的 就是你是有一個商業競爭 在商業競爭之下 就看誰的價值值得 但是現在香港政府是壞斷了垃圾處理的業務的嘛 就是你完全是沒有配搭的情況之下 就去搞一個這樣的政策 那就是你死了 這一集就... 目標很簡單的 就是... 好了,這個政策正在死定了 我也確實在死定了 已經沒有玩完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解決垃圾收費問題 你...香港要做整件事要怎麼做 人家是怎麼做一個PORS出來的 你要抄襲都抄襲得比別人的 那麼我幫不了你 首先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這次這麼一塌糊塗 你... 第一,你香港本來就交了差箱 差箱本來就是垃圾收費 這個是死亡來的 OK? 德國是沒有差箱一回事的 沒有的 垃圾收費就是垃圾收費 OK? 你... 交稅的時候... 你交給州政府... 你交稅的時候就是... 你交稅... 你交那個... 就是... 入息稅 他怎麼分給州政府 怎麼分給市政府 怎麼分給聯邦政府 他們自己交了 譬如將膠樽變成PAT 那麼PAT原料本身就有商業價值的 你用來燒垃圾本身就有商業價值的 你有商業價值就有競爭的 suppose... 你是有辦法壓低垃圾費 但是你現在是考納明目 你又不... 你猜向已經給了一塊錢 你還要考納明目 再加多一塊錢 這是可取雜稅的嘛 這個Double Taxation 這個Double Taxation 問題 一開始已經解決不了 好了,接下來我想鼓勵 那些人扔少一點 你看,你要搞定... 那些猜向製造的問題 好了,你要那些人扔少一點 你最簡單的incentive 就是除了人手費 但是你一定要得到猜向製造的 好了,我除了人收費 我有市場競爭 除了人收費 我... 譬如有些可以recycle的垃圾 我想問我如何去... 決定哪些可以recycle 德國就很簡單的 就是有一個綠色標的制度 六點 OK 你有六點制度 就是看到包裝上面有六點的 OK 我就可以... 我可以做recycle 接著你說那些膠樽 那些... 微樽裝水的那些膠樽 你有一個徵費 OK 你買的時候一定有徵費 但是它有一個自動機 你除了 我很容易將那件事 的徵費 要拿回案件 甚至就是 我可以將那些樽 交給一些... 牛岡漢 就是牛岡漢 或者沒有錢的人 那些人就... 你幫忙收集那些樽 那就去換錢 或者程度上 如果在香港走過這樣的制度 很多人會收集那些樽的話 我怕那些中國人 那些非法入境者 都會掛掉那些樽 樽啊 罐啊 那些外罐都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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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是 你... 如果你有這樣的制度配套 OK 沒問題 問題是你現在只有這樣的廢柴鑊塑袋 而且是很... 而且是... 那個執法上是很... 不理解的 你有沒有任何的機制 去估計大家扔少一些 這樣是沒用的 那整個政策就失敗了 你整件事 一般從頭到尾都沒有 那些環保分子說過 那些什麼 你... 你... 你提出一個system 你提出一個ecosystem 出來解決這個問題 有沒有問題 你現在提不出一個ecosystem 出來解決問題的話 那你... 你就是製造問題 公共政策是一回事 你建立一個ecosystem 出來 那大家就會... 向著一個ecosystem 那你就會... 那你順理成章 我可以用市場力量 或者其他的力量 那我就可以順理成章 去解決問題 那麼簡單 你建立不到一個ecosystem 你一尾就是 你以為徵費就可以解決問題 結果不是解決問題 你只會製造問題 製造更多執法 或者其他方面的問題 不簡單 你要做好一個政策 你要製造一個好的ecosystem 這個才叫做好的供應 就是你說 為什麼要回收的東西在上面 德國是叫領先的 德國 很簡單的 它的ecosystem 你看到其他國家都可以抄這些東西 因為它是ecosystem 當然又剛剛適逢的機會 就是德國是一個化工大國 他那些原料以至那些燒垃圾 那些絕對是完全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 解決大部分問題 只要大部分問題 是得到解決的 OK 所以 所以 用不OK的問題 香港不是 香港沒有任何配套 香港有什麼配套 你想想整個政策的狐狗 就是 矮補配套 就是鑑抽人的政策 鑑抽白黃岩水公 整天都是這樣的 所以香港怎麼會談到 通共和政策在香港 香港現在是這樣 那些人是浪費時間 就可以吃花生 對不對 外面的大東西不理 裡面的政策也都沒有人理 所有東西都沒有人理 你要留港躺平沒有問題的 你要留港躺平的話 沒有問題的 你 你專注在一些公共政策的人 沒有 OK 然後你說去海外的 你關注國際大事 不是 又是沒有 如果全部的人 我忘記的 都是聚焦於那些花生 你完全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我忘記的 是海外還是外在香港 一樣 這些事情根本就是要聚焦 一開始要談 根本就是要看別人是怎麼做的 看別人的Case Study裡面的經驗 然後去找找 究竟怎樣去建立一個Ecosystem 那些人真的 意識到 他真的做到 怎樣 怎樣 扔少一點 省多一點 口號是這樣 扔少一點 省多一點 問題現在 現在哪裏 扔少一點 省多一點 問題 更多 這個 神經病 神經病 這個政策失敗 怎麼可以 抵抵你 你自己是個OI 你要達到你的口號的目標 No problem 你必須要想清楚 你要怎樣做才達到你的目標 如果你想不到你 怎樣去達到你的目標 你自己是笨 這就是今時今日 現在的香港的公共政策的最大問題 所以有時候 你討論香港的公共政策 是一比二的 我覺得整件事都方莫絕定 我 那不是牛港的人的錯 當然牛港的人不應該受益 那是一班 把持權力 不聽人民意見 人民給別的意見 打人 暴君 那些暴君 那些軍政府的人是錯好的 軍政府就是做不到這件事的 這個就是事實 你要去到垃圾制度 當然你說垃圾分類的標籤 那些要 但是垃圾分類的標籤 那些還可以 你可以參加歐盟 英國 參加英國 法國都可以 歐盟都沒有一個統一標籤 歐盟 基本上 德國有德國的標籤 法國有法國的標籤 那你參考 參考怎麼做 各有各玩 你看哪個最適合香港的環境 一般來說是英國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 你真的要引導那些人 扔少一些 省多一些 你一定第一件事 要解決他的差項制度 你要把差項 處理差項 整個差項裡面 尤其是你 因為你現在 你本來的樓市已經低迷了 樓市低迷的話 你那個英國差項組織低了 其實如果你純粹是靠 你現在 你考納明目 也沒有那麼透明度的垃圾制度 你應該把差項過格 第一件事就是 因為差項有很多人 英國的計劃 你要把垃圾精費獨立出來 要麼就有一個獨立的項目 叫做垃圾精費 好的 然後就引著按案收費 引著按案收費的話 你真的要做到這一點嗎 你就要廢除 現在兩個 即是怎樣 這個食環處 在搜集垃圾上 這麼符專形的地位 甚至把食環處的垃圾處理部門 私有化 然後就引進競爭 引進競爭 如果食環處理的垃圾部門 處理部門私有化 那不是 你隨時搞出領會的事情 是啊 你隨時搞出領會危機 你不會搞就是領會危機 你甚至可以說 其實我個人 我也說 我對領會上司的態度是 你需要一個領會條例 對 解決清楚一些權責 就可以了 即是防委會 又好領會接手之後 那些權責就可以了 即是根本上 我相信有些人是博猛的 我相信 但是你說 垃圾徵費 這件事 你要做到 第一 就要將 拆在那邊 有關垃圾徵費的部分 滑出來 滑出來之後 你減掉了 接著就怎樣 你要將 香港 你要將食環處 近乎壟斷的垃圾收集權力 私有化 私有化 可能有一個特別的私有化 因為譬如你說 新界那些 村岳的垃圾 其實沒有私人公司會肯收 那些 可能就要有一個保障 可能要有一個條例去保障 所以 可能我家公司是有一個條例去保障 OK 跟著 你那些私人垃圾公司 開放競爭 在市區的垃圾 我覺得 你那些屋苑 你可以選擇一個 比較便宜的垃圾收費 的公司 能夠提供好的服務 你這種垃圾收集公司 你承擔 譬如說 垃圾分居 那些 你那些時候 你就丟小姐省得多一點 真的是 省得多一點 是這樣的 你要有市場競爭 可以配合的 你要有市場氣勢的 沒有的 我告訴你 你食環處 你請了這麼貴的人 有這麼多家庭結屋的架構 你知道嗎 你 香港根本上 大部分收集垃圾的錢 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你還收了一塊垃圾的徵費 你瘋了嗎 整件事 歸根結構底就是你整個結構的問題 社會結構的問題 社會結構的問題 我和你講 垃圾收費 垃圾徵這個搜集 外判 contract out 或者將食環處 垃圾收集部門私有化 一聽我就很激進 但是你聽 大哥 很多國家的市場 很多國家都是這樣 你聽你市有競爭 你才知道怎樣 譬如你收集垃圾 有些甚至你去到 怎樣 有一個人就是 因為你很戰爭 一些垃圾燃料是有價的 垃圾燃料是有價的 垃圾燃料是有價的 你甚至 你甚至紙也是有價 全部都有價 有價有價 有價有價 兩三家垃圾公司 在你的門口 免費幫你放一個搜集廢紙 給你丟進去 都可以 免費 但是 你感覺到 我能夠搜集垃圾燃料 我回去 做我的商業用途 是這樣的 對不對 當然 你這個妹妹是 省少一點 省少一點 但是尤其是 我估計回收應該沒問題 香港哪有這件事 我用德國做例子已經足夠 我用德國 我妹妹 應該是我日常生活的部分 我之前也說過 其實 你根本不做 首先你改革了差項 你現在應貨差項 去支援垃圾費 也不合理的 因為 你那個是跟你的垃圾搜集的成本沒有關係的 你跟你的垃圾的廢物製造量 都沒有關係的 完全 純粹就是 你那層貴一點 我就怎麼收你貴一點 你那層貴一點 我就收你便宜一點 跟那個垃圾量 沒有關係 整件事不是用者自負 整件事變成一種類似稅收的物體 即你是類進稅 某程度上是 你變成Taxation 你這個羅車是Taxation 當然不會 少少少省少一些 我扔那麼多 就是這麼多錢 根本沒有關係 不是 你還要在這個基礎車 還要加垃圾徵費 這個就變成科技集稅 所以你一定 如果你說政府要成功這件事 你一定是 你不要說什麼垃圾 怎樣去result 你說垃圾收集的融資 你只是說這個問題就是 沒有 我會討論這個問題 我發現真的沒有 沒有的 垃圾徵收的費用從何以來 你要從這裡著手才能夠 你不是這麼粗淺的 是由現在 現在原來是這樣 是不公道的 那就是劃出來 和你重整的結構才行 所以你怎麼可能 不無限期 停止實施 你根本都不應該用個袋 甚至你應該 可能現在食環處 那個垃圾處的部門 譬如香港垃圾處的有限公司 會不會上市 不知道 如果在西方那裡 這麼大的事情 就應該上了市 或者可能把部門 賣給一些外資機構 但我懷疑有沒有外資肯入圍 我不知道 大地產商怎麼做也不知道 因為大地產商的實力 也不達如前 肯定之後 可以肯定 這個要處理 但是之前沒有這個討論 之前哪有什麼好討論 因為香港的公共政策討論 是方向就版的 然後現在香港還有一堆 unqualified 純粹就是會罵政府 什麼都不懂 所謂的時事平均 你完全沒有公共政策經驗 沒有公共政策壓視野球 原來 公共政策的質素 那些討論這麼低 就叫我搞出市 我不想這麼說 但是這個是現實 現實 這個 我現在的報紙也是 想寫一些公共政策的東西 哪個報紙肯定跟你登 以前那個經濟運動會 跟你登幾篇 哪個跟你登 不簡單 而且還有一件事 現在這個軍政府 不會有公信 陳水扁有這個公信的第一種原因 阿扁 阿扁當然他搞台灣的垃圾收費 某一程度就是很多 地方垃圾收費的 role model 的 model 阿扁怎麼說都好 他是台北的民選市長 還要是民主進步黨主政之下 第一位民選市長 至少反對政府那群人 就是民主進步黨支持者 和紅營那些人 都會聽阿扁說 但是有很多台灣的市政改革 那些事情 你說什麼時候有這個公信 其實就是阿扁的聯絡才有公信 所以阿扁到今時今日 真的是台北市長裡面 做得最好的 所以他只有一任 這個就是天龍國的 那些人沒有眼無珠的結果 你很信不信信的結果 馬英九 結果就是怎麼樣 自陳水扁離開之後 沒有一個台北市長是像樣的 其實這份阿扁 很簡單的嘛 你要怎麼樣去 如果你要有一個大家公信 大家信服的政制 去做到我剛才所說的 你一定要有一個完整的民主體制才行 就是例如說領會 如果領會是在一個民主體制之下進行這件事情 你認為會不會這麼容易引起反對的呢 也不會擾告押法會的 應該會真的就是這樣 但是唐能力去買商業法會 然後自己的條例會條例 就是這個過 這樣就搞定了 這樣而已 這個問題是 你不是民選嘛 你要做這些這麼重大的 當然一定要有一個民選體制嘛 現在不是民選體制嘛 現在是獨裁體制嘛 現在是獨裁體制嘛 獨裁體制 老實講 你想搞什麼政策都沒有人的 你告訴我 你沒有公衆 你沒有這個Mandate 就這麼簡單 你家車有什麼Mandate 靠殺人得到Mandate 鄧銘是有什麼Mandate 靠殺人得到Mandate 收棄吧 靠殺人而得的Mandate 不會是Mandate 也不會推進到任何社會國家 這個道理很簡單 這個說什麼李光耀獨裁 不要忘記了 李光耀是有民選Mandate 他才能做到 李光耀是有民選Mandate 他才能做到 就算你說 毛草 這個 這個 眼防行動 Operation Cold Star Operation Cold Star 他壓馬共壓得這麼過癮 他也是怎樣 因為 深馬合併的公投過了 他有Rough Random的Mandate 他才能做到 這件事情就這麼簡單 如果你不能夠把這些 你的念搞得清楚 不好意思 整件事情一定會做到最頂端上位置 這個就是他的結局 好了 這一節 我再說到這裡 我現在兩天都沒有行動做Live 當然大家有很多方法請我喝咖啡 我也是想放一些SS 但我會寧願做密碟 20分鐘做一節 我寧願做密碟 多說一些主題 是的 我也是其實 做Live的很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那些人不斷干擾我 我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我也是說一句 現在為什麼香港的公共政策 討論它不行 一個是黃毓民 是教Propaganda OK? 也有些事情是不好吃的 一個是為什麼一天都黑 才是喜歡搞別人的 OK 他到底是做評論員 你是怎麼做公關打手 我不知道 你是喜歡玩恐嚇的 我不知道 OK 這個也不是做生意的 這個人 連做生意也不是 OK 就是一天都在這裡 到處不進去 很多人 我覺得夠了 香港是給這個人 這個人是要付上責任的 是要付上部分的責任的 他對香港社會進步 毫無貢獻 我現在再看 好了 我講到這裡 下一節就是香港時間 你約我 香港時間 接近黃昏 對,接近黃昏的時間 好